印尼慈濟志工在貿物舉辦社區志工茶會 雖然只有五位志工來參與 每一位都有心要來行善 不只是說明也帶著他們去做好事 去年年底古代汪村發生火災 33戶民宅被燒毀 災民們重建家園 慈濟人也一直都在 持續送來物資 振興關懷 在座中體會更加深刻 親手把物資送到 真實感受到災民們的感恩 做善事的歡喜讓社區志工們的信念更加堅定 大人新聞一山不得利 印尼報道